俄乌战争打了700多天,俄军重新夺回乌东战场的主动权,在国际上,俄罗斯的军援国非常有限,只有白俄,伊朗,朝鲜,缅甸四国,而乌克兰却得到了西方54国的军事援助,在54比5的巨大悬殊之下,为什么俄军还能夺回战略进攻的主动权?俄军这边每天可以发射炮弹2万发以上。 高峰时,每天发射炮弹8万发,乌军那边每天发射炮弹只有5000发,为什么西方54国的军工产能,还比不上一个俄罗斯,以史未尽,可以知星体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德式? 欢迎订阅老海说时,俄罗斯每次军工业的蜕变发展,基本都跟战争有关,在人类工业化时代,俄国与中国一样,都曾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农业国,工业化要比西欧慢得多,但沙俄拥有地缘优势,距离西欧更近,也更容易参与到西欧的工业化进程中去,沙俄的第一次工业化,起源于对波罗的海出海口的争夺。 当时,瑞典称霸北欧,整个波罗的海都被瑞典所控制,沙俄想要在波罗的海方向撕开一道口子,就得击败瑞典,可瑞典作为北欧霸主,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 沙俄与瑞典多次交手,都被瑞典打败,直到彼得一世继位,为了击败瑞典,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,彼得一世启动了沙俄的第一次工业化转型, 彼得一世,不仅自己亲自前往欧洲造船厂,学习机器制造技术,还派遣了大量的使团,留学西欧,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,这叫事宜长计以制宜,引入西欧科技,打败北欧瑞典,也是从这时候开始,沙俄创办了第一支火气化新军,航海学校,炮兵学校,兵工厂,机械制造厂等,纷纷拔地而起。 其中,彼得大帝创办的乌拉尔矿业学校,就是沙俄史上第一所高等院校,这一时期,沙俄大量吸纳西欧人才,引入西欧教官,培训沙俄军队,为什么苏联解体前夕,会大量聘请西方经济学家,帮苏联实施经济改革, 因为在苏俄的历史上,每一次跨越式的技术进步,都来源于西方资本,西方技术,西方人才,在完成第一次工业化转型后,沙俄迅速崛起,彼得大帝率领击败瑞典,一雪前耻,并终于打通了沙俄史上第一个出海口,在今天的俄罗斯,有一对双子星,一个是莫斯科,另一个是圣彼得堡,这个圣彼得堡, 就是彼得一世击败瑞典后,在波罗的海沿岸,从零开始,一手打造的大型港口城市,也是在这里,沙俄创办了第一支海军,波罗的海舰队,沙俄崛起的同时,就是瑞典的瓦解与衰落,彼得大帝之后,沙俄又迎来了第二位大帝,叶卡捷琳娜二世,在连续两位大帝的统治下,沙俄国力蒸蒸日上,扩张的野心也不断膨胀,到处抢地盘, 直到踢到了英法这块铁板,19世纪中期,沙俄决定以举国之力,彻底吞并克里米亚,表面上沙俄是与奥斯曼土耳其开战, 实际面对的是英法奥三国联军,已经是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英法,军工科技碾压了,还是封建农奴制的沙俄,克里米亚一战, 沙俄遭遇惨败,沙皇耻辱自杀,被迫签订了巴黎合约,这一战,沙俄被打回了二流国家的地位, 跟当年的瑞典一样,丧失了争霸欧洲的强国席位,农奴制严重拖累了沙俄工业与军事的发展, 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了,但沙俄的农奴制已经存在近400年,农民每天都要免费给地主劳动, 像牲畜一样被买卖,吃不饱,穿不暖。毫无尊严,对外输掉战争的沙俄,内部民怨沸腾, 很快就出现大量农民暴动,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是害怕了,与其让农民自下而上推翻自己, 不如主动解放农奴,顺便推动沙俄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,1861年,沙俄废除农奴制, 大量农奴成为了自由人,涌向了沙俄的工厂。 成为沙俄第二次大规模工业化的最大推动力,有了彼得大帝的经验,亚历山大二是就轻车熟路了。 第一步,学习西欧技术,大量进口西方先进设备,第二步,开放市场,引入西方资本。 允许外资在沙俄创办工厂,资本家是不认国籍的,他们嗅着利润的气味,西欧和美国纷纷涌入,并带来了大量的工程师。 1898年开始,投入到沙俄工业制造领域的外资成位增长,各类外资公司分布在采矿,冶金,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上,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4年。 沙俄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欧洲工业强国了,当时沙俄的钢产量是470万吨,排全球第四名,仅次于英美德,比法国还高,是由木材的开采量,钢铁冶炼,水泥产量都排在世界前几位。 工业底子好,也让沙俄的军工业得到爆炸式增长,一战中的沙俄能够自产战斗机、战列舰、重机枪以及重型火炮等,基本实现军工自给自足,沙俄时代只是武器技术,更新迭代相比欧美存在些许地落后,但军工体系、军工规模都已经追了上来。 即便是后来的苏联重工业,也不是在废墟或者田梗上发展起来的,而是站在了沙俄工业底子之上,迅速壮大,在斯大林执掌苏联后设计了一整套的工业强国方案,只用了短短15年,就让苏联从百废戴兴,变成一个响当当的工业强国。 这就是著名的斯大林模式,主要分为三个五年计划,第一步是实现苏联农业的集体化,搞工业需要大量的钱来买技术,买设备,当时的苏联只能靠出口农产品换钱,那么把农民和土地集中起来管理,提高农业生产效率,就能将农产品集中,大规模推向国际市场,置换外汇储备。 第二步就是以农业为基础,复苏重工业,把出口农产品的外汇,大量购入西方先进设备,引入西方先进生产线,打造重工业,当时,西方正遭遇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。 产能严重过剩,为了甩掉过剩的产能,美国大量对苏联出售全套的工业生产线,还有十万名美国技术工人,在本土找不到工作,就跑到苏联就业去了。 两个五年计划后,苏联建立起了六千多个大企业,从重型机械到精密仪器,工业科技数都点满了。 1937年,苏联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,超越德英法,排名欧洲第一,世界第二,第三步,则是打造一套独立的国产军工生产体系,摆脱对欧美技术的依赖。 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的成功,苏联很难在即将爆发的二战中。 扛住德国战车的闪电站,二战结束,从赫鲁晓夫,伯尼日列夫,再到戈尔巴乔夫,苏联一直都在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之下,优先发展重工业,军工业,可以说以军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,贯穿了整个苏俄发展史。 即便到了今天,苏联解体,俄罗斯只是继承了苏联60%的军工企业,也足以正面硬钢西方54国的军援了。 很多人都说俄罗斯军工拉胯了,连乌克兰都打不胯,可俄军拉胯的反面是,西方世界更拉胯,结合54国军援,却依然无法逆转乌东战局。 进攻权牢牢地握在俄军手里,这种俄式军工的厚重感,不是一蹴而就的,是俄罗斯人历经数百年,才建起来的深厚底蕴,俄罗斯的军工实力的历史积淀,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。 这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,曾面临着比西欧国家更大的挑战,然而,彼得一世的改革,对其军工产业的发展,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当时,为了打破瑞典对波罗的海的控制,沙俄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,引入了西欧科技和武器制造技术,这一时期,沙俄建立了航海学校,炮兵学校,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等设施,并吸引了大量的西欧人才。 另外,沙俄的第一次工业化转型,从而奠定了军工产业的基础。 另外,在苏联时期,苏联实施了斯大林模式,以重工业和军工业为核心进行发展,通过集中资源进行农业集体化,苏联获得了资金,并引进了西方的技术设备,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。 这使得苏联在二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之一,然而,俄罗斯军工产业也面临一些挑战。 首先,技术落后是一个重要问题,虽然俄罗斯在某些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,但在其他一些领域,尤其是军事电子技术方面相对落后,这限制了俄罗斯军工产业的整体发展。 其次,军工产业对国家经济的依赖度较高,俄罗斯的国内市场相对较小,依赖对外军售市场的需求。 尽管俄罗斯在军售方面表现强劲,但国际市场波动性较大,存在不确定性,为了应对这些挑战。 俄罗斯军工产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,加大技术创新力度。 俄罗斯应加大对军事科研和技术创新的投入,加强与高效、科研机构的合作,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。 提升整体技术水平,加强军工人才培养。 俄罗斯应加大对军工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,提高军工人才的专业素质,培养更多的研发和技术人员,加强军工企业的整合和管理。 俄罗斯可以通过整合军工企业,提高资源利用效率,并加强对军工企业的管理和监督,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,开拓多元化市场。 俄罗斯可以加大对外军售市场的开拓力度,进一步加强与外国军工企业的合作,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,拓展军售市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